小朋友狼狼上口欢唱童谣 寓教娱乐的客家歌谣交唱 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不只唱各家歌曲 就连吃凡仔文化也能动手DIY 中科国小和竹林中学 为男士角学员的策谋学校 一起合伴好课认识客家文化好好玩活动 让学生从饮食的角度来了解不同文化 竹林中学更派出六位老师支援课程 师生共同来参与 充满趣味又兼具世代记忆传承 我今天是第一次体验做这个客家美食 然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很少在家里动作做 对我来说很有趣 把文化跟美食结合在一起 那我们的孩子学习记忆是一辈子的 那我站在客家人的一个校长 我想推动这样的一个让我们综合的孩子 能够认识客家美食 那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他们认识客家文化 在我来讲这个责任是 我是觉得这是我应该要更加的努力的地方 那由我们学校的教师社群 来产出这样一个课程 那这个产出的课程呢 就由我们的家政老师们 甚至于他们是化学群的 那这次来师员的师资 还含有我们的音乐老师 还含有我们的群科 商业群科的经济课程的老师 那我们一起做共课 然后备课 然后把这样子一个课程的活动 把它带领出来 为期十天的美食体验 综合国小投入近百味的志工 来帮助小朋友完成 艾草版 红版等特色小吃 清北市议员邱峰瑶 也到场制作客家美食 肯定校方对于文化教育的推广 自己亲手来做客家的美食 感受一下客家人的精神 然后也发扬客家文化 当然我们现在学校 国小教育都推动多元的 一些母语教学 那我们也希望 藉由这样的一些客家的体验 让我们所有小朋友 都能够充分学习 那我们这次大概动用了 一百多位的志工妈妈 因为每一个梯子 要六七位志工妈妈 然后为期七八天 所以这个活动 我觉得说还蛮有意义的 多元文化向下扎根 使学生从小欣赏 不同文化之美 让客宇学习更生活化 并深入校园 一起当个好客人 多元文化 好好玩 中家新闻成家云 中国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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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新闻成家云 中国报导